美國迎接感恩節假期 大規模的返鄉潮 成為了防疫大考驗 長途旅行的民眾 預估高達四千八百多萬人次 由於疫苗接種的接種率提升 民眾是比去年 更有新興返鄉過節 但是目前全美平均每天 還是有高達將近十萬人確診 美國迎接疫情以來 第二個感恩節 美國汽車協會 日估這次假期 將有高達四千八百三十萬人 移動至少五十英里返鄉 將過節 比起去年高出四百萬人 全美各大機場塞滿旅客 二十四號這天 預計會是疫情以來 數一數二忙碌的一天 運輸安全局預估 感恩節假期 將有高達兩百萬名 旅客搭機旅行 創下二零一九年以來的最多人次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安全 安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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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又再次感興奮 再次感興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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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為防疫的最大考驗 大部分美國人與家人團聚 吃大餐慶祝感恩節 不過對於一些三餐不濟的民眾 休假過節 反而對他們食物供應更不穩定 洛杉磯地區食物銀行 主辦定點免費發放食物活動 任何有食物需求的人 都可以前來領餐 也有慈善團體志工 準備食物包和火雞兌換券 免費贈送給街友 讓大家都能好好過節 公視新聞 林秀如編譯